現在我們要來做這個羽毛的部分 因為這個是一組一組三顆一組的這個珠子 就把它組合起來 所以我們要先把這個一小段一小段的部分把它編制起來 注意看這個珠子中間這顆是水梨 然後旁邊兩顆是八零的一本珠 所以等一下金屬線-10公分 28G的金屬線-10公分 穿一顆八零的珠子再一顆水梨再一顆八零的珠子 然後再做交叉轉 我們現在就是來加 這是一個十公分的金屬線 那我們在這個上面加了三顆的珠子 一顆12-0-1顆水梨-80-80的珠子 再水梨-80的珠子 好,那這是十公分的金屬線 那我們要將金屬線對著 讓珠子在正中間 左手拉住三顆珠子 右手在這個底部根部的地方 握緊 再將珠子旋轉 像這樣子 交叉轉 那我們至少要轉個三圈 讓珠子確實穩了 我們才把手 右手推到這個根部的地方 金屬線的尾端 再旋轉珠子 來做交叉轉螺旋的部分 是轉珠子喔 不是轉金屬線嗎 但是你手可以稍微這樣子 這個可以往內轉 然後這個往外轉 珠子的部分往外轉 然後這個用手握線的地方 是方向的方向 好,就這樣子 那這樣就已經是一個 一組三角形的 三顆珠子的80 水梨-80 這樣的珠子 那總共要做幾組呢 因為我們總共要做三組毛 然後有一組是 就是用九組這個完成的 那有一組是十一顆 我們講十一組 這九組、十一組、十三組 總共要三根魚毛 現在我們要來做組合的動作 這個二十八具的鋁線 我們不用 金屬線我們不用剪掉 直接是整卷的來做編子 那我們先拿一組出來 然後由這個三顆珠子的中間穿進去 穿過這個珠子的正中間 三顆珠子的正中間 那我們讓這個金屬線往下 就是大概超出來 大概1.5公分這兩個分鐘左右 然後我們要確實的把這個線 是在這個兩顆八咪的中間 兩顆八咪的中間 那我們握住短線 繞長線 那繞的距離 我們要讓它有一點點的 往下 往下的 要 不然可以在原地 好 那我們要轉五圈 我們要繼續的繞 嗯 就是 往下 不要在原地 然後繞個五圈 三 三 四 五 好 那我們要將第二組的這個 三顆的珠子擺上來 那擺的時候 我們要讓它是在這個 中間的 這根金屬線的左手邊 我們要讓珠子是這樣子 左右左右的 這樣子 就是 中間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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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慢慢的下來 所以我們這個 嗯 第一組跟第二組的三角珠中間 事實上它中間是有一個距離的 有一個距離 所以 然後每一隻 每一隻的三角珠加進來的時候 這個前面不是剛好頂到 沒有 並沒有 並沒有頂到這個 最上面的這個地方 開始繞線 它是有留個0.1至0.2公分左右 有一個樹枝狀的感覺 這個從這個下面開始繁繞 我們剛才是從第一組的這個正中間入線 兩顆80的中間入線 金屬線 就是把它捶下來1.5公分到2公分中間 然後短線握住 再用長線 再用長線 纏繞這個 嗯 這個第一支的金屬線跟那個短線 那 繞的時候可以有一點點的間距 然後繞個5圈左右 再把第二支放進來 那記得 這個不可以盡力 在這個地方 它要有一點點距離 0.1至0.2公分左右 再繼續的繞 一樣5圈 再把第三支放進來 那這次要斜右側 然後接下來左側 右側 左側 這樣子交叉狀 好 那我們現在要加的是第二支 第二支的三角 三顆的三角珠 好 那我們現在要這樣 看喔 因為我要讓它這個大概 就是屁股這個頭 對到這個頂地 好 所以 我現在要把這個有一點距離 這樣不好繞 所以我們要把它握進來 握進來 讓它是貼著的 好 這樣子 好 那我們要繞個5圈 要拉緊 要確實拉緊 如果沒有確實拉緊 它會鬆鬆的 1 2 不可以在原地 好 4 4 0 好 再把下一支加進來 來 這個 加進來 一樣 就是讓它 貼著的 可是這個 每一根跟每一根 中間有一點點的距離 好 因為這個28G的線它很軟 所以我們在邊的時候 也要稍微 可以注意一下它的弧度 好 那我們就這樣再來繞 1 2 3 4 5 好 好 我們要繼續加 因為剛才是在 白 右手邊 那這一支就要在左手邊 要讓它距離 這個 跟中間的這一支 新加進來的這一根 要跟中間的距離 它有一個距離 0.1-0.2 不可以這樣子 不可以這樣子貼著 這樣就花不夠薄 我們要讓它有一點點距離感 好 好 好 我們就繼續再查一下 5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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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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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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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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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个9,1个11,1个13 1,2,3,4,5,6,7,8,9 所以这支是9组的 那我们还要有一个11组跟一个13组的 等一下再来做组合 好,那我们最后决定 要让这个羽毛更有层次的感觉 所以我们更正一下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数目 这是一组用9颗的 我直接讲9颗,因为是9组 事实上是9组用3颗的组织 这是9,17,11 因为这样子层次会比较明显 因为13跟11只差一点点 那我们如果做幅度之后 它变化并不明显 所以我们把它改成9,11,17 好,中间这个我们把17的放在中间 让它长一点点 那那个两个就是9跟11就看了自己 那就是我们在缠绕的时候 最后会有这个很一把的线在这里 做完第一支的最后一支的这个最后一组的三角珠之后 我们一样继续的缠绕 把这个本来是这样子松开的 松松的这些珠子 我们继续的把它缠绕 让它可以稍微的密合一点点 不会这样子羞羞的 有点稍微的转一下下 它就不会那么容易开来 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做 把这个羽毛 三支羽毛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这个羽毛的根部 这个地方 大概的位置差不多 把它放在一起 叠在一起 那我们手要握住 好 这幅度等下再来抓没有关系 好,那我们让中间的这一根在下面 看一下 它三根叠起来说事实上是这样子 是那个中间的那一只在最下面 然后两只摆在它的正上方 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要来缠绕 一样是以那个28G的线 那我们在绕的时候方向可能要转一下 是要这个方向 因为我是右撇子 好,看你自己 那记得就是要让这个15组的那个 S7组的那个在正中间 然后再来 将其他短的两组放在它的左右側 而且在上方 这样子 那我们 在绕之前 我们先这样子 把线固定在这个上面 这样子 先把它固定在这个长的这一只上面 那我们先把这个线 线头 留大约2公分左右 在这个 开始要缠绕的位置 距离 这个开始缠绕位置下来 大概2公分左右 那我们先将这个线 固定在这一根 中间的这一根固定 这一根 这一组上面 我们先绕三圈 1 2 3 好 这样子线基本上 它就会跟这个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再把其他的加进来 那我们让羽毛在左手边 好 根部在右手边 那你为了方便 你可以把这个幅度稍微弯一下 这样比较好握 那记得我们就是 将两根短的放在这个长的上面 这样子重叠 稍微重叠 因为这样这个地方才握得紧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来 线 因为我们刚才是 将线已经固定在中间的那一组 上面 所以现在要来线到这里 三只一起 要稍微用点力量 1 2 我们再 再不要 距离太远了 都在附近了 好 3 4 5 好 那 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它已经 就是有稍微的 三只绑在一起 好 但是只有这样子不够 那我们要怎么做 我先绕过 第一个 短的 右侧的这一只 先绕过短的 最右边的那一只 绕过之后 回到正面来 再绕到 这是第一只 右侧第一只 再绕到中间跟左侧的 这两只鱼口的中间 下去 一样到背面去 稍微拌开一下 比较清楚 才不会卡到那个线 绕到背面去的时候 要注意 不要 就是有 卡到那个线 因为这样就会不紧 好 也不要卡到柱子 好 那这样子是不是 等于是绕 这两根羽毛 第一个跟第二个 结合在一起 那再绕过第三个 再由中间出来 一样 就是不可以只有 只有绕那个 三只一起 要再分开纏绕 第一次绕第一只 第二次绕两只 然后再绕一只 然后再三只一起 好 那我们就把它做结束 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往外面 往这个尾端的地方 纏绕 基本上我们是 左手把这个捏紧 会比较好握 但是 会比较好长 但是你要绕这个线的时候 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你要转圈圈之后 不要卡到这些柱子 那就要移动了 然后不可以在原地 又好 往外 往左手边 方向前进 那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线卷 握在手上 它比较不会去卡到肚子 因为我们左手有把这个握紧 它就不会松开 比较密合 那右手在绕的时候 一样要拉一下 好 要拉 那大概就好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跟花瓣结合 那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就是 这个就稍微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最后我们要再来做那个尾端 等一下做结跟花瓣结合之后 我们要反折 那如果像这样这比较厚的话 我们就会变得没有办法反折回来 所以我们要来做那个 削减它的根部的那个动作 所以等我们先不要绕得那么长的去 那我们先这样子 拿斜口前 把这个地方稍微做修饰 让它越来越薄的感觉 就是留到后面的比较少一点点剪斜的 好 有的就把它剪掉 这我们就这样把它稍微的剪斜的 让它不要大把在那个地方 剪薄一点点 好 那我们就斜向中间 那中间的比较长 我刚才是把这个两把的 这个左右的那个都把它松开来 好 那中间的我们这样弹 让它绑 那一样就是稍微固定一下就好了 就有分开绕一只两只的羽毛之后 就一只两只然后再一只 然后再绕个这个 全部的再绕个五圈 然后你就可以将线线剪掉 等一下再跟那个花的部分做结合 就这样 先这样子 然后就先这样子 那这个幅度的部分都没有关系 等一下再来做调整的动作 示范 再来做调整的动作 因为我已经在它 正在这一段时间